大家好,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但是狗狗的消化系统只能消化蔬菜和水果里的细胞 而包裹在细胞外的这层厚厚的膳食纤维 它们的消化系统没法消化处理 膳食纤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要破坏掉这层坚硬的膳食纤维和纤维素 让细胞释放出来 这样呢,它们才能消化和吸收 这个就是打碎了的红菜头 它里边的纤维素呢,已经完全被打烂了 这样狗狗就能吸收 已经打成这种菜泥状了 这是整颗的红菜头,切了一半 这样喂狗,它们没法消化和吸收 这个是打碎了的整鸡 有鸡肝和鸡心,也已经打碎在里边了 像我们在市场里买的肉馅 我们犬舍断了奶的小狗 就直接上这样的生食 比例还是生肉和蔬菜的比例 还是10比1 基本上我这是一勺的蔬菜 加到生食里边 给它搅拌均匀 那两个小家伙 看看你们俩 Claudia 好了,我们吃饭了 来,我们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好了,好了,够够 吃饭了 来 嗯,快点,快点 其实我知道 我播过生食未养的这个节目以后呢 好多家长的还是对这个 为生食有疑虑 现在看到我们刚断奶的小狗 就开始吃生食 我相信大家安心,放心多了 去吧,豆豆 嗯,去吧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祝大家节日快乐 抖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